哈囉 大家好 我是StyleUp 今天請問一下Eric 那今天的話我是以編輯的角度來跟大家分享說 怎麼去把我們的APP 那我們從所有做APP之外 我們同時也創意了線上雜誌 那怎麼把我們的內容 透過我們線上雜誌的內容 來去推廣我們APP的服務 那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StyleUp 預約你的時尚 我們是一個線上美容 我們也把造型的預約平台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們的 我們做的影片 那我們有分成消費制度外面添加的 那消費者的話 你可以透過我們的平台 來找到你喜歡的附近 像是在裝、裸髮、回家、自己來 那24小時都可以線上預約 那我們也提供個人的預約 讓你可以知道你的行程 你會有分成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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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的音量上 你可以選擇你想要的類別 你在音量上面 你可以選擇你想要的類別 你在音量上面 可以拖個照片 找到你喜歡的方便 那你喜歡的方便可以直接預訂 你預訂之後 你可以看到很多店家的資訊 還有大家給大家看 下來 你準備好嗎 來打開 你準備好嗎 但是虽然有些必须知道可以直接线上评划 但是现在对于所有人的关系电脑都是很方便 那你先往到店家去接受服务之后来 可以给中国的店家订分和会议他 你可以把你喜欢的店家叫人的最爱 那最后你之后还可以再继续去那些店家服务 再来的话是店家的部分 对店家来说不管你是一间店或是一间法 或者是个人的工作室 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开店 那在20小时都没间订单 但因为其实在美法、美妆、美妆、美妆 他们的工作都是很不固定的 所以我们集中给他们是一个方便的装饰系统 一个工作系统 让他们可以更方便管理自己的工作 还可以展示自己的作品 每个地方都可以选择 他非常好的服务 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分析化的方式 这样子 所以就令人结束感觉 感到非常好 我感到最后 就也订为美妆 应该去衣服店 但我会加上衣服品 每个地方都可以只会加衣服服务 所以我会够加衣服服务 所以我会加上衣服务 那你们可能会加上衣服务 我会有这样子 会加上衣服务 所以我会为他们的制衣服务 我們提供這樣的形成標的標誌 我們可以讓他們更方便去管理 我們也讓店家可以去新增他們的客戶資料 可以讓他們方便去追蹤 可以更加強強客戶 幫助客戶找到他們適合的造型 所以其實我們做的事情是在幫助消費政團跟店家團去梅河兩邊的需求 那藉此來推廣造型服務的流程 讓其中更方便快速 那其實我不需要先講 我的工作期間可能沒有像大家的這麼多 但是我今天要以一個編輯來講 去告訴大家說 就是你的APP 除了推出獨特的功能性之外 你要怎麼樣去讓大家可以知道說 知道說你APP的獨特性在哪裡 你要怎麼去告訴大家品牌的價值在哪裡 所以我今天要透過我編輯 做過編輯的角度 還有我從大學畢業到startup 這個一年多來的時間 我是如何去把我所觀察到 我所思考的還有自己的創意 去把它打造成一個感動人性的內容 那這個首先我想要跟大家 呃有點不好意思的 就是有點尷尬就是我失掃 那種服裝設計畢業 然後我幫忙接成作品這樣子 對 一直以臂展的作品 那服裝設計畢業 其實我從國中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看那些什麼 時裝雜誌啊 服裝秀材 時裝髮型那種 我就覺得 唉唷那種東西 就是那些東西 對我來說我覺得很美 我真的 我就深受感動 所以那以前就是快爆 那種設計師的夢想 就是 在色彈台上推出自己的衣服 然後你最後還可以用很潮白的 最後要羨慕這樣子 對 那 大家知道就是設計師 真的是很累 不是人做的 所以 以後 以後搭起來 不要叫大家整天設計師 這樣子 對 所以 呃 可是 就是這麼累 這麼 這麼累 訓練這樣下來 我覺得我在實踐 我在實踐普通系訓器 學習到的是說 就是 老師會一直不斷Push的極限 一直不選擇創意 那在 Push的過程中間 我學到如何去把我自己的 我自己 腦袋很抽象的想法 透過去 透過一個 沒有系統還有流行的方式 去表達我的設計 那當然 每個人 我 我的同學設計 都做得很美 那到 慢慢到大四 下學的時候 我就開始去思考說 欸 你都是很棒的作品之外 那你要怎麼去推廣我的設計 你要怎麼去跟大家分享你的設計 那在台灣 大家知道其實 做設計 你要去推廣的方式 其實很有限 對 所以我慢慢的 對 轉而對時尚媒體 這塊沒有興趣 因為我是從一開始 就是 知道說 時尚媒體 它其實可以影響到很多人 影響到很多人的觀念 甚至是做決定 所以 那 很幸運的 我在大四下學期 的時候 就 學校 剛剛有機會 可以讓我到那個 Ls上去實習 對 所以 當然是一個 幻想的旅程 那 我就想說 欸 我可以像那個什麼 穿著花的耳朵編輯 這樣子 對 然後每天像那個 耶穌腳那樣 對 其實每天都是隨便 不說隨便 就是很認真 從隨便傳大法 很認真的 每天再打敗 然後 或者是學那個 裡面的那個 女魔頭 總編輯 這樣子 很搞怪的這樣子 那 在L雜誌史學生期間 因為它有 現在它有分成雜誌 跟網路 所以我在裡面 負責寫文章 那我也 了解到說 不同的管道 你要怎麼去 寫文章的內容 你要怎麼去 打到不同的 不同群群的觀眾 那 此外 我也可以 實際參與 當那個 拍攝 實際參與 時尚照片的拍攝 那照片的話 就是 那時候有參與到 去年 大概好像是 十月份 十月份 那時候後面是 就是銷禁的 那 現場 就像在這裡一樣 那個編輯 它會把涼蓋 那個精靈的液體 這樣放涼蓋 然後那個 配件也是 大概就是 這個做 這個大概涼蓋的 這麼多 然後底下就是鞋子 這樣 那編輯 它會跟你說 你還幫我找什麼 找什麼 那我趕快去 這樣抓 然後馬上去 給 那個 那 那 除了這樣子之外 然後你還要在 線上 還要一直盯著 他們拍攝的情況 因為你在 線上看 然後照片 照出來 然後輸入到電腦 裡面那個情況是不一樣 所以你要一直去盯著 線上的細節 所以其實 那個時候 我也是從 我也是從 在L打字時期的這段期間 我去找到 就是說 時尚媒體 時尚打字 這個產業 到底是什麼 怎麼回事 那在 因為L其實 它是 二十幾年的傳統媒體 對 但是它也 因我們時代 所以做了很多的改變 那 我在 跟寫文章 還有拍攝這段期間 我會去 跟資深電器做討論 在討論 在討論期間 我會慢慢去了解說 欸 什麼是對 消費者 有價值的訊息 什麼才是對消費者 有價值的內容 OK 什麼才是他們想要知道的 那 當然是說 像我們現在看很多網路 或者是部落格 他們會用那種 看起來很聰聰的標題 那舉例的說 就像是 IPA是在 觀眾宣傳近待 所以會講著說的 點點點點 類似這種標題 那其實我也 沒有講什麼 對 那 所以說 你要如何去 寫出一個 好的標題之外 那還要 搭配的是 好的內容 OK 那同時 在做 就是在食藏的 職域這段期間呢 很多人會問說 欸 消費者會問說 我要怎麼去 訂到這些東西 因為雜誌 給你了 說 我用的是這個品牌 這個品牌 那很多人會說 欸我要怎麼直接去訂到 我要怎麼去 看 我要怎麼去讓自己 變得像 欸雜誌的模特兒的樣子 那雜誌只是 把東西擺在你面前 欸 也繼續跟他們講 但我們 start out 後的是 我們把這些東西 集結起來 透過雜誌的內容 放到你面前 然後讓你 然後讓你 AEP去訂購 所以為了要讓我們的 讀者 我們的大眾 去開始到這個觀念 就是說 我可以直接 預訂到服務 預訂到產品 所以 我們就 我們就結合了 現場雜誌 OK 那 現場雜誌的話 我們現在可以遇到 我們強大編輯團隊 我們不斷的會去研究文章的內容方向 我們會去寫基本的 像是 趨勢文 趨勢美妝美化的文章 然後還有產品的推薦 加上我們 加上我們自己小編的一些 訪問 跟一些 適用的 適用的文章 這樣子 那更重要的是 其中最重要的是 就是訪問文章 那我們拜訪了 有Aros髮郎 然後還有 粉色髮郎 去訪問他們這些 跟老師他們實際工作的情形 還有為什麼 大家會喜歡找他們做服務 那 真的的話 我的 第一篇訪問文章 就是訪問 彩妝大師 TT 剛剛拍在現場 這樣子 那 就是 這有點叫我素裂 每半都素裂 因為那時候 第一次訪問 這是這麼有名的人 這麼有名 對我來說有名 因為我在大學的時候 就已經有聽過他的名字 就知道說他的作品 真的很厲害 左邊是他的作品 那 我那時候訪問 訪問基本的 學經歷啊 還有他 學習裁妝的過程 然後還有他的 還有他自己做工作的情形 這樣子 那 變宗老師 還有他自己的情況的熱情 那我 當然還有問了 像是什麼 那時候還問了 像是 就是喜歡看什麼電影 最近在做什麼事 然後休息在幹嘛 就有點像 在約會 有沒有 像在看相親 可是我覺得就是 你要問到這麼細的東西 你要問到很深入的問題 你才會 當然不是有共鳴 大家才會真實地感到這個人 他的血肉 他的深入跟廣闊 那 之後也很吸引我 可以訪問到 國際研究採訪大師 李建篪老師 他也是一個 很瘋 很感動的一位採訪師 對 那時候 跟李建篪老師一聊 也是聊了 兩小時沒完 沒了 他也是給我很多的想法 跟一些 在 做事上面的一些態度 跟 給我很多鼓勵這樣子 對 那 所以就是 我覺得 我想把這些感動 跟老師放的專業 一樣 帶給消費者 帶給讀者們 那我相信讀者 其實也會得到這樣的感動 那 也很高 也很謝謝 就是 李建篪老師 他們也很 也很喜歡我讀文章 然後願意把它分享出去 那也很多人也是 很多人看到就說 哇 原來是這麼厲害 那時候就是 我了解到說 其實 老師的價值 他們的才華 是無可被取代的 那 在某種程度來說 其實 他們也是認同 我們style-up 的價值 那在文字之後 其實就是 我們要主攻影音的部分 因為大家現在知道 其實視覺是 對 一個人 對 馬上一眼就能夠 catch到他的 記憶的東西 那 這個影片是 我第一次做的影片計畫 我們是 主題是 油頭改造 對 那我們找到了 陶瑞麗嘉女士 復古的 油頭理髮品這樣子 那裡面真的超復古 他這些的 擺飾 都是老闆 他自己設計 然後剛才有看他重機 他把他學得起重機 很帥 對 那 但是 大家想說 你在做影片 我們在網上其實有看到 很多這種改造的 沒法的影片 對不對 我覺得 我覺得說其實 你在做影片 不能是施法 改造的構成 讓漸漸漸漸漸拍出來 你要有自己的 鏡頭的預言 你要去透過剪接鏡頭 去打造一個 令人印象深刻的風格 你要去打造你自己的風格 這樣子才會 講出 講出故事 這樣才有故事感 大家才知道 喔 原來 剪髮 化妝 眉甲這些等等 也可以 這麼 原來也可以這麼有風格 那其實我在之前 在做 拍攝影片 這個部分 其實說實話 我真的很少之間 不然是在大學 或者在大學 或者在大學 其實經驗沒有很多 那我的 那時候在寫情報的時候 所以我找很多的電影來做參考 我自己以前很想看電影 對不對 那我找很多電影的敬畏 還有美術 我去做參考 那這路的話 我就是用很喜歡網家 我也是 我都找了花樣很多的 一些美術設定 這樣 來 來去 放棄我的企劃 所以我把每個鏡頭 每個角度 我都很仔細地寫在我 吃飯裡面 那請前後後 也跟我們的影音編輯 還有我們的書編輯 去做很詳細的討論 所以才有現在 在這個作品 我們找到什麼 先放一段階 给大家看 这个是今年二月 我们跟韩国的 我相信你是非常地重重重 刚才有了文字 有了演绎之后 其实 要是这个是 要是怎么办 因为我们的组组是改造 所以每一次的文章 每次的影片 我们都必须要回绕这个组组去做 那跟他们合作的 我们就想说说 我们要把它从好上层次来提升 提升到一个比较时尚的层次 所以那时候我们 刚好搭配情人界打击 所以大家做了前一间 特别的计划 要软化影片 跟这样时尚拍摄的影片 那在做这些计划 在真正拍摄之前 也是细节 我做了很多功课 但是软化的话 我根据每个团队员特色 还有五个人 我根据每个人特色 然后去设计他们不一样的发色 那造型的概念 还有穿搭跟化妆 全部的方向也是由我去发型 这样子 比较平坦性的 然后我跟我们打击两个机 都是很现实的 刚刚说这款男人自己也拍了一个 小小的时尚的小MV这样子 对 小男人也觉得 每个人拍一件事 都没有发型 那我们也会发型 就能发型 是的 好 我才能发型 因为这次男的发色 我们刚才出来的 我们表面的色调 很难的就是 在青色系的模仿 那还把我射六的发色 发型 就是使用到我们的 比较的 比如说 蓝色 黑色 然后 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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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主要的話 我來選擇 手間續 我選擇 我選擇 自己的手指 然後就好 讓我帶起來 比較意外的感覺 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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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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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當然現場的ファイ möglichst很可怕 我要跟法 roomer 我要跟法院司要退 然後還有財庄司 那當然 因為我們總共还是拍攝 時尚的照片這樣子 所以我還會算是對的 那拍影片 我還會那個影音編輯 就對了 所以大家的問題就是 像轟炸機這樣一直轟炸我 所以其實這時候真的 大家會覺得說 我下一個時候被受到精神病院 這樣子 其實那個壓力真的很大 對 那你說這樣子值不值得 其實我覺得值得 因為 這部影片 就是這些影片這樣拍下來 剛好呈現老師的專業 那也可以順便 他就是做到 世界上的他們的宣傳 他也可以同時推廣 我們的臉底臂的服務 那到現在其實還有 世界上的他們的粉絲 板上有 就是說 他們的染髮 顏色好好看好色 跟唱情好好看好時尚 所以我覺得 我們真的有做出了 這樣時尚的效果出來 那在 那你說就是 做出這些內容 他有沒有實際的成效 其實消費者在看到 我們的雜誌內容之後 慢慢的他會照顧到 找到自己喜歡的產品 那進而可以 透過我們的NPG預約 然後找到他想的服務 從這樣 從結合的內容 然後我們最後 可以convert到 一些review case 那像 例子的話就是 可以一樣 可以一樣的話 他其實以前是 插畫 插畫家 那他以前也有做過 UYA的設計師 那後來他其實對的事情 非常的有熱情 所以他想他 專業的事情 那所以通常 在4R初期的 他就有在我們的網站上 推廣 放到自己的作品 然後也會寫一些 自行想要的文章 就是說 呃 他 事情該幫他做什麼 注意性的事情 然後讓他怎麼去做好 之類的 那 那 還有 我們做了也 為他做了專門 還有開設了 我們做了他封著的影片 這樣子 那 呃 在一張一連三的內容 這樣下來之後 其實我們 其實他的 發揮在網路上的知名度 好越來越多 所以 他的 預約從一開始 一開始 大家出來做功能 就是不知道其實 沒有什麼 但是透過網路上的 行銷宣傳 其實他的 預約人數 每個月都要增加 到現在 也是 雖然變成是說 他每個月都只能開放 固定的名額 然後 大家只能在固定的時間 去搶這個名額 所以就很像 搶那個 Coreplay 跟唱會那樣 所以 所以這個是 實際的成效 那 除了自信師之外 還有 EOS法郎的 Jungle老師 那 他也是這樣 註起就是 會在我們的網站上 做出一些 造型整理的Tips 然後 我們拍攝照片這些 而且 那 他的粉絲團 經過我這樣推廣 也是 人數 人數的佔數也是增加 那 甚至有一次 直接私訊他的 臉書 就說 欸 我不知道怎麼出張檢討 這樣 我想今天怎麼讓他發行 但 人帥可能也是 沒人發行 那像這件 我們是在計畫 十二星座的 帥哥老師 對 那我們目前已經拍攝 拍攝了 舞陽跟金牛 那 之後 我們還 之後 除了 帥哥老師的影片 我們還會 推出小編 自己親身體驗的影片 那很高興 其實我 當然這些成效 不是我自己 一個人就可以做出來的 有很強大的團隊 我們的創辦人 Irene 我們在社區中間 他在電影專業的造型圈 有了超過十多年的經驗 那整個 Startup App的概念 就是由他發行回來 那我們的工程師 是Naden 他在 他是負責我們的 APP設計 還有網站的設計 那 編輯團隊 是由 Monica所帶領的 那他在品牌行銷 也有超過 超過 五十年以上 也很慶幸的 我們有得到 2016年 Line Polestar的 獎項 可以在Line上面 發表自己的 官方頻道 那同時 我們也有拿下 就是 台北市場發展 組合計畫 我們也在 新加坡設業公司 那準備往東南前進 東南前進 所以這些創意的內容 其實都是 我們 團隊一起 腦力忌憚 去發展而來的 那大家 大家有想 所以我覺得說 當你有一個很好的 ATP的點子 你做出了很好的 ATP的功能之後 你要去 做設計 你要去懂 去編輯你的內容 那這樣子 大家才能知道 你的品牌 你在做什麼事情 所以 所以說 做出 做出這些內容之後 當然可能是 你一次就可以 達到成效 你要一次 不斷 不斷的去試 不斷找出 你自己的風格 這樣子才能 說好的故事 那 而且 我們現在 那當然 我們會遇到的 一個問題是說 我們生母 就是科技 一個時尚 一個這樣 兩邊結合在一起 那兩邊的話 你其實都是很快的 你的時間幾乎 不夠用 那 時間不夠用的情況下 就是 你必須要很快的 想出點子 你要不斷的去 推成出行 但是 大家想到要快的 同時 不能急著 改壓制上架 改壓制上架的話 你推出的只是 沒有系統 沒有敏感 根本有故事 大家得到的 會是一個混亂的訊息 所以 雖然 是要翻譯的時候 所以你要不時的去 訓練你自己的思考的速度 你要不斷的去訓練你自己思考的能力 那我在今天其實很 很巧 我有在網上 讀到那個 美國Vogue雜誌 時尚雜誌 那時候說 他說 他說 其實現在的網路 就是要快很準 但是快很準之外 你不能去 因此而犧牲掉你的創意 你的內容 所以我覺得 現在 大家看了 大家在網路上 其實可以接收很多的資訊 沒錯 但是你要去思考說 我應該要講什麼樣的故事 我應該要做好 什麼樣的內容 我的APP 我自己是誰 謝謝 我的價值是什麼 因為把你自己的價值做好 別人才會看見你價值 把你自己的本質做好 我覺得 這個事對我們知道 就是我們的事情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謝謝大家